今天新北市的新增確診個案有兩人 一個新增個案 另外一個居家隔離陽性個案 這兩個個案都在土城 這兩個都是家庭感染 因為他太太的職業非常特殊 他是一個幼兒園的老師 所以一早我們就開始 擴大匡列擴大採檢 對幼兒園我們採取最嚴格 最高標準的方式 來擴大匡列跟採檢跟居家隔離 不但所有人擴大匡列採檢隔離以外 學校前年都停課 所以幼兒園的停課 從9月4號到9月17號 我們社區中庭烤肉可不可以 我們不支持 因為這裡面涉及到 大家群聚 共識 脫口罩 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行為 所以在這裡特別呼籲市民朋友 中秋節即將來臨 我們大家必須要共體時間 在疫情仍然希望大家小心翼翼 戒慎恐懼的時刻 我們希望在中秋節的烤肉 尤其大規模的群聚 共識 脫口罩 大家在一起 非常危險的傳播行為 我們是不支持的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 請下載TVBS 請下載TVBS